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刺激足机 今天要看到的是当代航空史上最大谜团 这是一趟没有终点的飞行 2014年的3月8号凌晨 马航NH370航班一架破音777的飞机 由吉隆坡飞往北京的途中从雷达屏幕上消失 马航客机失联,机上有239人生死会捕 当时刺激志工动员与陪伴是家属 在找到失联亲人之前 心灵上的慰藉与依靠 要先带您回顾这段历史 2014年3月8号马航NH370失联 马来西亚航空编号NH370客机 凌晨从吉隆坡飞往中国大陆北京 土中失联,机上239人生死未捕 此季雪龙分会与马航2007年签订合作备忘录 因此立即动员志工 前往吉隆坡机场陪伴家属 并与马航人员同行北京协助翻译 家属需要一些什么方式 至公职员超过千人次 新闻消息曝光之后 马来西亚有众多的乘客家属 都涌向了吉隆坡国际机场 而随后呢 此季首批的关怀小组39位志工也抵达了 他们开启了24小时的轮班 及时来接听询问电话 而且他们还要陪伴家属 而对志工来说 这是一次特别不同的关怀任务 行前呢 还有资深志工硬硬硬硬硬 而在另一头呢 则是由资深志工李文杰 他带队15位资深志工们 连夜干赴北京 他们的主要任务呢 是要照顾家属 还有协助翻译 随时呢 英语 马来语 还有中文 让各方沟通无障碍 其实这个也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学习机会 不只是在整个访试方面 包括我们在处理这件事情的应对方面 而志工和马航官方代表 在抵达中国大陆北京之后呢 公安是立刻进入到飞机里头 办理路径手续 并且护送大家前往饭店 志工们其实都有多次参与国际赈灾的经验 但是这一次的情况 且和以往不同 大家面临了全所未有的挑战 还没进去到里面的时候 马航住在北京的工作人员就跟我们说 你们爸爸是停在旁边 不好进去 因为里面的人群细都太过紧张了 官员讲什么 我们就翻什么 那所以他就他不懂得骂他 他不会骂他的很奇怪 可能是因为以言不同 他就会骂我们 画面上这一位单情妈妈痛失爱女 她没日没夜的等待着 她的泪水早已流干 但是心中的问号却从未挺过 这一群失联者当中 有不少都是80后的独生子女 父母亲实在很难接受 要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 然而慈激的存在对他们来说 有着这样的意义 在失联17天后 马来西亚政府也宣告 飞机坠毁在印度洋 马航是以简讯的方式来告知家属 机上的239人已经全数罹难 这数日来的煎熬 终究是判不到起机 最后希望若空 有上千位的慈激志工 在悲伤里送暖 静默当中 大家搭起了一座隐形的桥梁 商人也说 这正是法华经理所说的 菩萨从地有处 慈激人 在那里抚慰 在那里帮助他们的一切 还要提供饮食 还要欠慰 要支持体力 支持他的精神 所以这都是人间菩萨 天下在哪里有需要 人间菩萨就在哪里出现 所以 画华经里面 有这样的一段 菩萨从地涌出 任何一个地方需要 任何一个地方就会涌出 这样的团体 这样的菩萨 对我 真的是真的很感恩 所有的慈激人 这样随时待命 永远去付出 真的 每一天 我都要受感恩 今年马来西亚当局宣布要重启调查 失去亲人的家属们 也期盼着在有生之年 能得到一个真相 而在这一段黑暗的日子里 我们看见了人与人的善良与爱 也让家属们能够有勇气来走出困境 我们看见了一段黑暗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